昨天晚上的營地是一個蠻大的停車場 前面出去就是地中海 所以很多人過來沙灘游泳 所以這個廳場提供淋浴 有一些房車也會過來停 勉強算一個營地 但是就只能洗澡 洗不了衣服 這地方其實是可以接水自己洗的 但是因為我昨天去爬這個火山 所以穿的衣服有點多 髒的衣服有點多 洗了我放在車裏面不知道怎麼亮 所以我現在去找一個可以洗衣服的地方 把衣服洗了 因為在洗衣機洗的話 即便不烘乾 你把它甩乾了 可以把它丟在車裏面沒問題 街邊的停車場 應該是免費的 在前面找了一家洗衣店 先過去看一看 那是哪一家洗衣服 A 你好 我必須使用這個機器 洗衣機是A A 所以A 可以嗎 可以 我可以開始 49分鐘 看一下它這個價格 消息以及5歐 下面那個騙機卡應該是翻譯錯 應該是慧眼卡 就是4.5歐 然後大的是9歐 然後烘乾是2.5歐 怎麼還有洗洁精的味道 這是西西里島的第二大城市 卡塔尼亞 這個城市的中心廣場 看一下前面是巴洛克的建造 這是他們的市政廳 塔卡尼亞市市政廳 每個警察在執勤 整個城市都是這種灰色的基調 哇 哇走近看我才發現 它這個柱子 魯馬柱 它全是用火山岩石弄成的 直接在火山岩上 砸成一根柱子 這個塔卡尼亞大學 在一棟古蹟里面 這個塔卡尼亞大學 又回到中兴廣場 這就是這座城市的中心 什麼市政廳 大教堂 市場 全在這 市中心這裡有個海鮮市場 還要賣海鮮的 成了一個景點 遊客也過來圍觀 市場外圍 還是有蠻多小販的 在路邊戰道進行 參觀結束 剛在這逛了一下這個城市 下一站叫埃里竊 是在西西里島的最西端 這個卡塔尼亞是在它的東邊 下一站埃里竊是在西西里島的西端 相當於我今天要橫穿整個西西里島 現在已經7點多了 還沒逛這個鎮子啊 明天早上再過來逛 晚上就在這兒 紮營其實也不錯啊 這小平臺 海邊小城 特拉帕尼 吃完早餐 太陽已經曬到這邊了 現在已經是9點鐘了 發現了個好東西 樹莓 免費的天然水果 蘿拉太好吃了 這大片前色樹莓 這小時候放牛的時候 天天在山上找這些東西吃 雲南還有一種 它成熟著變黃色 我們叫黃泡 像這個小城的入口 算是小城的城門啊 很簡單的城門 一個監工 這有個書名啊 特拉帕尼城門是 宏偉的愛麗絲米安布尼城牆的城門之一 至今仍然清晰可見 它在洛曼底時代建成開放 大概是在11到14世紀建成的 設有帕塔門和燕之鴻門 其特點是監工技術 都在當時的建築中經常出現 它的名字來源於下面的城市 怎麼樣我的英文可以吧 其實是這裏 我排下來翻譯的 這小城的地板都是石頭鋪的 有點蹭亮蹭亮的還被踩的 古鎮還引起車進來 但是基本上都是單行道 像我現在要出去的話 也只能繞一圈 看這個房子 它有點中東的那種 嚴肅在裏面 感覺都不是純歐式的 他們這個房子很多 基本上是平頂的 就是平房 而歐洲這邊 基本上那種小房子都是 那種斜坡頂的 每家每戶這個窗台上的一樣的花 一種裝飾 又是那小巷 這小城堡以前是愛神廟 維拉斯廟 三角的小城 帕拉特尼 這小城還產業啊 這就是那個銀湖 剛剛在這擦岗完 今天要返回 意大利半島了 港口大概有350公里左右吧 今天應該就是過了港海峽 然後進入意大利半島 這裏上渣道 上高速 這個高速不是封閉式的 經過一段時期 所以他就直接接那個市區的道路了 如果按照嚴格的交通規則的話 從這裏上渣道要等這邊的車走啊 才能走 但是現在大家都只能在擠走 沒辦法 因為車後面就是延遠不斷的 如果你一直在這等 今天就不用走了 所以你看前面 大家都是能擠 擠一輛一輛的往前面擠 規則設計 它必須是要合理的 不合理的話 人們是沒法分手的 誰大打誰擠得快一點 都是這樣的 終於擠上來了 其實我沒他們那麼大打 還是剛才有一個小哥的 看到我一個壓著面孔 就不敢擠不敢擠 他就主動往前面拐了一點 然後我就打 兩塊四 下這個高速下對了 下面的景色才漂亮 跟著那個高速走 根本看不到 每當時也可以 靠來自承上 再多久 再多久 走 你好 現在轉向右邊 在400m 轉向右邊 轉向右邊 OK 謝謝 我騙我 一票 一車 一路只有 36.80 這就是西西里島的首府 海濱城市看一下